你们收拾东西 那就直接就走吧 你们是确定真的不干了吗 确定 我希望嫂子你冷静的好好考虑一下 哥哥你好好劝导一下 不要在这里一起用事 今天来主要是想跟你说一下 一家人和和气气的 你们一家人都不容易 有了今天这个成绩 有了今天这个结果 是一个向好的发展的东西 那也不妨由你们的付出和努力 那我希望的是 能尽量和气的去谈一次话 大家彼此的和和气气的聊一次天 把这个事情咱们和解 大哥你是一家自主 是个男人 是吧 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有 啥时候跟你说的 我像老师这样 这个事情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的 那今天蹦到了 我跟大家聊一下 跟你们谈一下 希望你们一家人四个人 和和气气的 不吵不闹的 继续帮助立江 他同样也是在帮助你们 把这个事情干好 走下去 是吧 妈妈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啊 对啊 你当然肯定要鼓胎哦 那是你的人呢 你不要 你不要这样说嘛 啊 阿姨也是没事你的 好不好 那哥你的意思是要不要干咯 我是想干 这我的啥时候能让你说这句话的 那行啊 哥哥嫂子 你们既然这么决绝 这么坚定的不做了 我也无话可说 好不好 那就这样子 你们收拾东西 那就直接就走吧 钱还没给啊 钱给多少钱吧 你把账算出来 我给好不好 我给你 他不要了 为什么不要了呢 一起跟他说 我给他两个选择 要么第一个选择就是 现在把公司的股份 和到劳动辛苦费 和到工资 我拿到手上来 如果他拿不来的话 那就顶 我要给他顶第二个选择 顶第二个人 要么就跟他亲生父母 断绝关系 断绝来往 不要跟他练习 那行吧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 我就把你们的原话 传达给你教 给他说一下 看看怎么去抉择 好不好 好 阿姨 怎么样 我刚刚跟他们 他们都见面说了 然后你哥 你嫂子 你妈妈也都在 然后呢 他们的意思 就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那就是说 让你赶快把这个 他们的工资啊 什么杂费啊 什么那七八糟的钱 都先给他们 立马就要给他们 他们要走 然后另外第二个选择就是 他们就说 让你跟那边的父母 断绝一切的关系和来往 那不是瞎成吗 怎么可能吗 刚刚找到 是不是 这么好的事情 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又不是说过去干嘛 偶尔看看 联系联系的很正常吗 怎么断绝啊 那这样子吧 爸爸还是冰了在床上的呀 我怎么就开一个口呀 对 那这样子好吧 嗯 要不我先拿钱 把他们的工资 是你给他们处理的 好吧 不行 你上次给你们拿了两笔钱 我跟你说一样子 我就是准备 就是说年底的时候 我把这个货卖了 把他夫人类卖了之后呢 然后我就把这个钱会给你的 我不可能要你的钱 我再让你做 你帮我很多了 真的 你不用 这是你 这是的事情你别管 这个事情 我看就这不这样子吧 就他实在要走 这两天我想想办法 让他把这个钱给他 然后让他走吧 走着让他出去闯一闯 让他出去碰碰壁 让他去感受一下 到底哪里好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些天你也看到了 留意不尽呀 那行 哎呀 那这样子你看28号 不是还请你父亲 从来 你那 这还能去吗 唉